我们接下来就是这一段 所以如果你实在也做不够 会怕做错的话 其实你可以拿这一段贴过去也是OK可以弄的 那只是说当然我们要怎么完成 其实也非常简单 你可以拿上面这一个 有没有 拿来做修改就可以了 改哪里 大概你会发现大于等于60 这些大于等于80是A 所以其实这边可以把它改成A 然后剩下来的B跟C跟D 其实很多地方都是一样 只是说呢上面这个叫做两重逻辑 什么叫两重呢 True 这个是一重逻辑 Else是第二重逻辑 那这个的话呢 是一二三四 以后如果它更多的话 你就一直跑下去 反正不外乎就是你要怎么去 做一个判断 帮你把对的 你要哪一种做 就像说那个什么水果 柳丁不是有大有小 你会发现有大有小 它自动帮你分 为什么 因为它大的就跑到前面就打下来 其次的就第二个闸门 第三个闸门 第四个闸门 OK 剩下来裂质品就丢掉了 OK 有点像这样 反正其实我们主要就是做一个 有点像工厂里面的那个自动化筛选 自动化筛选就透过什么 透过这个逻辑判断 自动跑就4圈 跑多久 OK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做的是等同就是有点像我们在做一个工厂的一个自动化设备 只是说我们是做虚的 OK 实际上当然如果你工厂设备你会的话 那当然这个这样就方便效率会比较提高 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 成绩多重 那其实可以拿什么 一一样先切到Vido Basic 二的话特别注意 不过好像我发现同学里面他那个你们的那个一段两段 这个里面的字有没有 第一个好像字太小 如果你字太小记得工具选项 把撰写风格调整一下 好像14好像太大了 我觉得12可能刚刚好 12这样 不然14有的时候就是拉拉拉去旁边的字会看不到 OK 所以也许工具选项 这边有个撰写风格 他的预设是大概9号字吧 9号太小了 你可以自己再调一下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把它做一个多重 把VBA输出 一样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这个范围 本来是合格不合格 我要把它改成什么ABCD 他这个步骤 第一请你把刚刚这一段 sub成绩有没有把它复制一下 二的话呢贴过来 做什么呢 把它改成叫成绩多重 OK 所以后面多两个字多重 剩下来就要改 所以这边注意哦 以后这个部分就是把两重逻辑如何变成多重逻辑的步骤 OK 所以第一个我们应该改哪里 把这个D层把它改成80 如果它大于等于80的话 那输出什么呢 输出合格变A OK 那不合格的话 那个反思的话可能有C D B C D 所以把这边先改D L OK 可是问题来了 它有B跟C怎么办 特别注意哦 以后如果说你还有第二层第三层的话 非常简单 一 请你把上面这两行一复到输出这两行复制 二的话呢把它Enter一下 移到前面去 做什么呢 贴上就可以了 贴上之后的话做什么 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70 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B就可以了 OK 但是呢有个地方可能要注意哦 你贴的话哦 改应该会吧 但是特别注意哦 一个逻辑判断哦 里面只能允许有一个一幅 不能允许有第二个一幅哦 所以如果第二个怎么办呢 特别注意 第二个的话请你在 第二个一幅前面加一个叫什么 叫 AO一幅 OK 也就是说啦 有点像那个写论说 我那个第一个一定是首先嘛 那第二个还不能 你已经用首先了 第二个你还首先 那大家谁看得懂 你用首先 第二个还是首先 哪一个先 对所以哦 这个AO一幅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其次嘛 其次 其次是什么 OK 然后呢 再第三个呢 很简单 再把第二个复制 然后怎么样 贴到底下 然后改成什么 改成60 这边改成C OK 然后剩下来就D 好 成事 写完了 OK 所以其实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但实际上 你只要了解什么 绝窍 OK 主要是什么 你会发现哦 这个是第一个一幅 第二个的话一定叫多一个AO一幅 实际上跟上面价格一模一样 只有什么 只有就是加这个 所以这个是首先 那底下都一样 所以你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上面复制贴过来改 改 本来80改成A 70就是B 那这个也是用改的 所以你把第二个贴过来第三个 有没有 那其实如果你还有 就更多你就再贴贴贴贴贴贴 应该会吧 OK 所以如果你的逻辑判断很多 你要各种条件 比如说你要针对股市资料 你可以设很多等级的话 如果有人做得很细的话 你就继续细分 继续细分 而且哦 特别说 甚至未来还可以在逻辑里面再做一个逻辑 OK 里面还可以再放一层 不过目前我们不要弄那么复杂 就是你逻辑判断完之后 还可以再筛选 比如说你最顶级的那个 比如说柳丁好了 已经最好了 你甚至还可以再分 最好里面还有更好的 跟次等一等的 OK 可不可以啊 你可以在这个这个里面可以再做逻辑判断 可以 只是说程式一般没有写这么复杂 只是说跟各位讲是允许你这样做 好 我们程式写完了 再来的话剩下就是什么 把这些按钮给做出来 然后并且怎么样把它按下去 让它做输出 如果输出都OK的话那表示你这边都成功了 那做的方法我快速就要弄一下 基本上哦 就是一先插入一个嘛 我讲过拖拉大小 先做这一个那我习惯是复制这个名称有没有 然后把这个名称的贴到这个按钮上方 那其他的你就不用再拉了 我习惯是做一个之后再复制 在他底下贴 习惯是贴一个贴量如果你有四个按钮那就贴三个 然后把底下这些再按右键重新指定他的这个是要清除 所以我就指清除重新指定重新给名称 那这个按钮呢就会跟上面的会一模一样大小 那这边的话这个是这个是成绩 所以底下那个叫成绩多重 那就这样子的话基本上就大功大功告成了 OK 那最后的话呢就你把它run一下 如果做出来结果如你所愿的话 那表示你这个按钮基本上是成功的 把它贴一下 所以1先清除掉这个是公式 OK 没问题 这个是结果合格不合格 这个是ABCD 那大概先做到这里好了 另外的话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就是制定函数 插入函数的话 我们前面讲过嘛 会出现实用的定义 给它成绩 它告诉合格不合格 或者ABCD 那这个的话呢当然 就之前讲过 其实就这两段层次底下 Function 有没有 所以有个什么 成绩函数跟成绩多重函数 那这个等于就是制定函数 所谓的制定函数就怎么样 当我做完之后可以在这边插入函数 它会出现实用的定义 成绩函数 把成绩给它 它告诉我合格不合格 有没有 你不用下公式嘛 反正就把成绩给它 合格不合格告诉我就好了 其他不用 那另外就是插入那个 成绩多重 那差别就是你给一样给成绩 可是它回来不是ABCD 而是 不是合格不合格 而是ABCD 那这怎么做 这上个礼拜讲过 所以其实也是做一点复习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把那个 刚刚的成绩多重的SARP完成 并且也许复习一下吧 把那个制定函数部分 也试着做做看 我们刚刚讲这些架构 就是以后 无论你写任何的VBA 都一定会用到的 这些基本的元素 包含什么 回圈 范围给它 逻辑 一重 两重 多重 然后针对你的 储存格来源 从哪边抓哪个储存格 丢哪个资料过去 这个我想请各位多多熟悉 然后这些如果熟悉的话 以后其实可以做非常多的变化 所以以后我们写的程式 都会从现在你们写的这些 再多加那么一点点东西 就可以做出更多的相关的变化 那请各位试一下